一輛鐵位設的修理車 逆向沖鑽鐵皮民宅 造成鐵皮屋的鐵捲門嚴重傾斜 這也是位在台東南迴公路 台九線422公里處附近 整台車頭接近全毀 並卡在鐵皮屋 現場民眾合力將駕駛 從車內倉扶出來 有民眾表示在相同地點 一年內已發生兩起 沖鑽民宅的案例 蹦一聲很大聲 然後就出來看就又撞到了 去年一次 今年也要一次 自己開門然後出來這樣 可是腳有受傷 然後民眾就是就把他扶出來 救護人員合力將患者扶上單架 患者意識清楚 不過右腳因車禍受傷無法站立 警銷貨爆後在現場指揮交通 救護人員趕緊將患者 送往台東馬街醫院治療 大午警察會請呼籲 請駕駛人物疲勞駕駛 超速及任意超車 隨時注意車前狀況 遵守交通規則